将权力玩弄于鼓掌之上 呼风唤雨之势无人能及 陷害忠良之举无人敢挡 他就是明末燕党首领魏忠贤 同样是四百年前 一个博览群书 精通文史 胸怀凌云之志 历史救国救民的刚毅青年 在儿历之年考中金氏 开始了他的漫漫仕途 由于政绩卓著 他被升为内阁大臣 参与朝廷内部大政方针 之后出任左都御使 负责监察百官 政治生涯达到辉煌时期 他便是东陵党首领左光斗 一个是文盲小人 一个是博学大将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在浣海浮沈中却斗得你死我活 盖道风平浪静时 争斗结果令人扼腕叹息 刚正不握 忧国忧民的左光斗 被奸邪狡诈 最心于操弄权势的魏忠贤陷害入狱 酷刑加身回天乏术 惨死于狱中 在这场中遇见 正与邪的较量中 魏忠贤何德何能 赢得如此嚣张 一勾结皇帝儒母 魏忠贤虽为阉人 但体型魁梧 个人魅力尤在 因缘际遇见 与西宗皇帝朱游孝的儒母 克氏暗生情愫 更为此与情敌大打出手 惊动了西宗 克氏虽为皇帝的儒母 但两人情同亲生无子 克氏深受皇帝敬爱 当西宗皇帝得知克氏一属魏忠贤 又岂有不畏之家官禁绝之礼 于是魏忠贤在座雍子进城里 最有权势的女人的同时 也得到了司礼坚 并比太监的职位 二 对君主投其所好 魏忠贤作为西宗皇帝的玩伴 终日陪伴作用 不仅将其心思摸得一清二楚 更能不遗余力地投其所好 可以说在西宗皇帝玩物丧志的过程中 魏忠贤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深知 当朝皇帝心中根本装不进天下大事 终日审禁于自己的木匠公益世界之中 他关心木匠活迹胜过一切 正因如此 西宗皇帝需要一个心腹 为其挡住外界的干扰 带他处理日常事务 而魏忠贤就是皇帝心中最适当的人选 既然如此 何不趁陵距离亲近帝王的优势 带行皇权之势 也许魏忠贤并不是处心积虑夺取皇权 但他的确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不可不为之小人得志 三 网罗党羽 狼狈为奸 天启初年 魏忠贤刚刚跨进斯利坚大门的时候 大明帝国的文官集团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讧与分裂 绝对而起的东陵党 将文官之间的意见交锋猛然上升至正邪之争 以君子自居的东陵党人 几乎把自己看作正义的化身 与之作对者皆为小人 那些被东陵党人的道德权杖逼得近乎窒息的邪恶小人 不得不转向尚无权力冲突并且深得皇帝信任的宦官首领魏忠贤 一时之间 宋礼恭维者络以不绝 将魏忠贤推上了九千九百岁的高位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此时此刻 于既得皇权 又得人心的魏忠贤作对 无异于与虎谋皮 与天争辉 下场可想而知 为人清廉正直的左光斗 读圣人之书孜孜不倦 却在黑暗的官场斗争中一败涂地 恪守君臣之力并无不妥 耿直处是治国也无过错 然而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 面对昏庸皇帝为燕人操纵的时局 仍旧知难而尽 妄想以独目撑起江青之大厦 有其有不枉死之力 我是一元 带来有趣的历史